大家好,歡迎收看《信網大行觀世》 我們今天請來加雲國際資產管理董事馮 跟我們談談鐵路股板塊的前景 Allen 你好 你好,大家好 三中全會過後公佈了改革方案 當中政府計劃會減少對市場干預 而交通價格機制亦會進行改革 歐洲和日本的鐵路改革其實都存在不少爭議 現在在內地進行是否適合呢? 如果看回日本的鐵路發展 其實都經過了很多波折 尤其是原先他們應該都是從國營的鐵路開始 慢慢將它分拆 然後可能將國營的股份慢慢私有化 就變成引入競爭 變成國營和民營的鐵路公司都一起在營運 當然,其實我們都看到了 歐洲和日本都經過很多的發展 當中有很多爭議 但是內地是否適合呢? 其實我覺得值得參考 就是有這樣的必需進行一個改革 因爲現在中國內地的鐵路運輸 仍然是需要提升那個容量或者速度的 因爲始終經濟發展 運輸物流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鐵路對於中國大陸來說 都是一個比較便宜、商業和有效的系統 但是現在的情況就是 中國鐵路總公司 都是最近一、兩年才開始合併、整合 而他們的項目將要推出的 但是現在面對的問題就是 營運和監管都比較集中 所以對於這個改革 其實在內地來說都是有一個必需的 鐵路的票價有望最快 在什麼時間才會走向市場化呢? 其實如果鐵路票價要市場化 都有些條件要先決定的 就是首先是要更加多的競爭 那現在內地鐵路 如果它真的引入競爭 都不是說這麼短期的事 如果以其他行業來說 內地可能是電信網絡 或者是燃油 都是有幾間大的公司在競爭的 但是鐵路這方面 鐵路運輸方面 可能就現在 很多我們看到香港上市公司 都是可能做一些車卡 或者都是做一些營運 但是到底世上如何去落實到學 會不會是不同的省市 自己有民營的公司在那裡競爭呢? 我想短期之內都幾難會看到的 尤其是今年鐵路總公司 會是開設多少的新項目? 應該今年會有四千多億左右 有四十七個新項目 這些項目 他們今年推出 到底如果短期之內要 引入其他競爭對手 怎樣分攤成本呢? 我想都是挺關鍵的 所以我會覺得市場化 會是一個方向 但是會不會短期呢? 我想都要中長期才會見到 怎樣看鐵路股板塊 在今季或者至到夏年初的走勢呢? 其實鐵路板塊 我覺得中長線 都有個主題是可以大家值得留意的 尤其是我想最近總理李克強 就是去外邊其他世界國家 世界地方的國家去推銷這個 內地生產的鐵路公司的車廂 或者其他設備那些設施 我想相關方面都有一個主題 就是它可能除了在內地營運之外 或者在內地銷售之外 還是可以拓展到海外的 至於行業的整體板塊 股值方面現在仍然比較吸引的 PE 市盈率 接下來 都是差不多是12倍的水平 PEG 都是0.7倍左右 所以引申到盈利增長 估計其實都有15%到20% 所以我覺得如果想找一些中長線的投資 鐵路股份仍然值得留意的 我們多謝Alan的分析 我們明天再跟大家分析投資趨勢 謝謝 GP